各位中广新无网的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周日Mr.Big焦点人物焦点话题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聚珍 各位听友 还记得在今年的5月吧 5月27号 那时候有一辆救护车带了一位男性患者 送到了新北市的亚东医院的急诊室 其实急诊室接到病患之后 马上因为这个男子到了急诊室时候 基本上他的呼吸信条已经停止 因此医院给他紧急施移 紧急的CPR的抢救 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其实在很多医院的急诊室都相当的平常 但是不一样的是 在这一个急诊室里面等待抢救的男子 事实上他并不是躺在病床或者是诊疗台上 而是他被安置在急诊室的地板上 然后施移紧急的CPR急救 好那当然这个事情是后再透过媒体的报道 当然亚东医院这边也出面说明 其实是因为当天整个急诊室实在是人满为患 根本没有病床 所以以救人为先 所以他就在地板上对这个男子 施移CPR的急救 当然所有的医疗的处置 也都跟正常的在病床上操作的一模一样 好这是一个案例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最近有非常多的医疗的新闻 一个台中的慈悸医院竟然被惊爆 在手术室内聘用了六名无照的护士 担任外科的助手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当然也引发了患者 因为手术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不当的处置 甚至是造成的大失险 好当然这时候 媒体的报道之后也引起大家的关注 当然台中的医院也因此做出道歉 而且把这些无照的护士 予以停职或者处分 这是一个 但另外一个我们又看到的另外一个新闻 是就在美国政府欧巴马 在准备解决他自己美国国内的健保医疗体制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CNN竟然到台湾来 来拍摄台湾的整个医疗健保制度 想认为是台湾的健保制度是非常非常的完善 甚至想要司法台湾 在过程里面 有一位承认长庚医院体系的护士 事实上他竟然投诉到CNN的iReport 这样的一个新闻平台界面里面 接报了 事实上在整个他在台湾的医疗体制工作的过程里面 所碰到了台湾的医疗的环境的黑暗 以及里面甚至是血汗医院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幕 好 这种种一连串的医疗或者是医事人员的问题 实际上其实也不是今天才发生 过去长期以来我们或许会听到一些状况 但是在今天台湾的整个健保制度 面临马上要对于二代健保要实施的当头 其实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候不仅要想 如果在明年的1月1号真正要实施健保心智的话 面对现在已经非常严重的医院的床位的不足 甚至部分的医院的急诊室功能已经萎缩 或者是已经非常严重的医护人员的 人力的严重的短缺 甚至我们知道最严重还是健保 平临破产的窘境 以及我们现在认为内科 儿科 妇产科 外科的甚至是急诊室 都已经面临专业医师不足的四大五大 接空的这些状况 这种种已经让人难以想象的医疗的状况 就在调涨健保费 但是到底未来民众能够同样的享受到 比较完善而好的服务品质吗 这些恐怕是很多人的疑问 今天台湾的整个医疗品质到底出了什么事 似乎已经瀕临了大崩盘的这样子的危机 到底只是单纯的健保的财务体制的问题吗 还是有太多太多结构性的医疗医管的制度 所导致的呢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要特别跟大家一起来探探 整个面对台湾医疗 到底我们这些身为老百姓的病人 谁来照顾我们 我们的台湾的医疗体系会不会大崩盘呢 在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 是康健杂志的副总编辑 张晓慧小姐到节目中 你好晓慧 志真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怎么办呢 刚刚这些新闻好像就在 好像就在刚刚昨天才发生的 是啊 好 然后我们想说台湾的医疗品质 环境真的已经低落到如此不堪的程度吗 其实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经过媒体 报道出来的案件 但是我如果我们试着从另外一个面向来看 如果生活在我们这样这种大都会的一般民众 可能可能如果不看这些案例 可能会认为说台湾的健保制度好像还不错嘛 反正看病很方便 而且费用都还算合理 所以可能一般的民众 我强调可能在都会的一般民众 可能会没有感受那么深刻 但是如果再去深究这些案例 确实令人感到恐怖的 到底怎么了呢 其实对确实 因为我们比较生活在都会区 所以而且我们在台北市 也有人像我们说是住在天龙国 天龙国 对那其实是医疗资源最丰富 而且是最集中的地方 光台北市200万的人口里面就有八家的医学中心 如果我们说那整个整条捷运淡水线 如果说它一条路上就有四家医学中心 所以当你假设你台大 你觉得说人太多了 我真的觉得要等太久 我不少 那我可以换到马街 马街不行 你还可以换到星光 星光不行 你还可以去荣民总医院 所以其实对台北市民来说 其实是幸福的 就是说你要最高阶的医学中心 这里都有 那如果像志真宁刚刚讲说 要去诊所 诊所其实也很方便 像我们采访 那个一位医馆的教授 他说他们家住在石牌地区 他们家在街上的那个诊所 我们不要说是哪一些诊所 你说耳鼻后科 加一科 耳科 皮肤科 这些科别的诊所 在他们家的那条路上 就比便利商店还要密集 就好像是什么家就是你家一样多 对 那感觉上其实好像我们现在医疗资源是很丰富 然后也蛮方便的 那我们有一张健保卡 其实你要从第一家看到第十家 都没有人可以阻挡你 确实是很方便 那我要回应志真刚刚讲的 为什么有人已经到在急诊室是躺在地上被急救 可是呢缺了床 然后甚至说在前一阵子就是说 包衣高雄的地区就直接在门口就贴了一张公告说 我们现在急诊无推床 所以呢意思是说你要去挂急诊 可以 但是我们没有床给你躺 天哪 你要么就坐在轮椅上 要么你就坐在坐在那个椅子上 让我们诊疗 可是急诊是不就是要做紧急应变最重要的地方吗 是 但是我们现在急诊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那其实听起来都好像好奇怪 吊诡 那我要先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图像 就是说我们健保时是16年来 其实我们的床位是增加的 OK 那床位台湾每个人可以用到的床位是增加的 医生也是增加的 那但是呢 我们诊所也增加了快5000家 所以我们会有刚刚那些感受 但是我们台湾其实是同卡不同命 OK 同样拿一张健保卡 可是命运不同 对对 别别都给保卡 但是我们得到医疗待遇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偏乡的话 或者甚至说你今天 需要用到急诊的资源的话 大家其实是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这么不方便 然后为什么这么资源这么奇怪 那很大一部分就是真的 它其实是跟着市场的机制走 哪里人多 哪里有人潮 或者说哪里的消费比较高 或者小朋友比较多 我就去那里开诊所 OK 所以在就是我们也采访到 那个有教授告诉我们说 在新北市那个诊所已经竞争到说 免贯耗费 真的啊 对然后我今天碰到一个朋友 他说他去他因为耳朵痒 去看耳别喉科 那医生跟他说你点点药就好了 结果他说他以为只要拿一个药水 结果去了那边拿了 到领药的时候竟然拿了一大包药 医生他就出来那个 他说我不要吃这么多药 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药 他说有一些药就是反正就是吃营养的嘛 那他就觉得很奇怪啊 可是他就说那你们是不是要浪费健保钱 那那个他说我不要这些药 那些那个药是还不高兴 对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那个医疗的生态 就是说医疗运所跟医师的人数是增加 但是他分配是不平均的 那个不平均要衍生到我们再下来讲的 就是五大皆空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有人说六大啦包括麻醉科医师 麻醉科也是啊 对我自己的亲身经验 就是我在台北的某一家医学中心生产的时候 那帮我麻醉的不是麻醉科的主治医师 就是住院医师 就是还在训练当中的住院医师 结果他可能功夫也不到位吧 如果真的是麻醉就是要剖腹产的时候 还没有麻到完全我就被剖腹 所以就真的很痛苦 你醒的时候被剖腹 对对对就是等于你还有痛觉的时候 你脚你还没失去知觉 他就给你现场就可以开始开了 就我真的痛到说那个整个肚子是硬掉了 子宫也收缩的很硬 医师没有办法下倒 就大家就很紧张 很紧张手忙脚乱 就干脆赶快从静脉帮我 从点滴里面帮我打了一针 让我打晕过去 然后再赶快帮我紧急接生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其实我们的医疗里面 大家在讲说阿新告诉大家国际说 我们台湾有最好的全民健保 就是投保率这么高 服务这么好 便宜又大碗的 同时背后是有很多不堪的事情被堆砌起来的 包括我们刚刚讲说五大皆空 护理人员也没有办法受不了打点滴 才有办法去照顾病人 那个医师人员的整个生态 也是做了很大的改变 所以现在我们台湾 十张医师执照 有两张是挂在医美诊所 是做自费市场 OK 好 大家都转项 转业去做那个效益比较高的 然后自费的 自费的 对 然后我们现在是要救丑 不要救命 就是说我要做美的 要做青春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 他需要被插管 需要被急救 但是有可能找不到医生 好 这句话很好玩 我知道最近很流行这句话 救丑不要救命 救人不如救狗 是吧 当人医不如当兽医 真的 怎么会变这个样子呢 这到底是市场的趋势 当然我们知道很多市场 某些层面 医疗也是一种供需市场 如果说从管理经济学来讲的话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把它 这么商业的来看的话 那医疗这件事情就蛮奇怪了 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要健保制度干嘛呢 是啊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 今天我有病痛的时候 有一双可以抚慰我的 照顾我 可以帮我解除痛苦的医疗 专业的手 对 然后我希望说 有一双很温柔的护理人员的手 来安抚我 照顾我 帮我解除我的不舒服 给我一些安慰 可是如果这些济世救人 救死扶伤的医生 或护理人员都跑走的时候 大家想想看 今天如果你进到医院 没有一个很优秀的医生照顾你 你住到病房里 没有很有经验的护理人员照顾你 其实很恐怖 我们在前一阵里 大家也不陌生 就是讲到说新竹的某一家医院说 现在生产要预约 大环境就是 全台湾只剩下800个 妇产科医师可以帮你接生 那为什么 因为接生的风险太高了 现在平均起来 每妇产科医师 两个有一个人身上 背着一个医疗纠纷的事件 两个有一个 如果他是你弟弟 你叫他要不要做 然后再来就是说 那那家医院他其实为什么 他没有办法说 我吃下所有可以接生的量 重点在于说 他们那个产房里面 有经验的 可以去照顾产妇的 那个护理人员 也不够 也不够 那他们为了维护这样的品质 说我们还是得照顾好病人 所以呢 他们就开始限制量 结果就闹出来之后呢 我们的主管单位还是说 你不可以这样子哦 你一定要 还是要全部吃下 因为有压力嘛 其实下场就是落到说 大家一大早要去抢号码牌 我怕我没有办法预约到 可以接生的人 然后呢 病人要去产妇呢 要躺在那个会议室的桌上 因为没有床了 他要这样生产 那真的我们现在健保 需要到这样的医疗品质吗 所以就很奇怪哦 好像我们认为 我们的健保制度非常的完善 但是这种表面完善 背后竟然有如此奇怪而不堪的现象 是在里头的 我们竟然都不知道 那感觉好像表面都非常漂亮 都很完美的样子 很方便哦 但是其实更令人觉得担忧的 我想担忧就是你刚提到的 那个不管是四大五大六大街空 其实那个才是真正是影响到未来 现在所面对的东西 当然我们发觉到 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 可是如果这个现在进行式 如果继续下去 那台湾的未来的医疗怎么办 那个未来是 是一个好大的问号 好大的警讯 是我们所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的 今天我们或许还有一点点资源 还有一点点专业的医师 还在继续服务 还在继续帮我们 守护健康 你想想这样的情况 这个进行式 如果持续到未来的话 那我们的未来的健康 真的是堪于谁来照顾我们呢 那因此我们就真的想 为什么这个五大街空 六大街空会让它发生呢 我们的主管机关卫生署 到底听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意识到了没有 有没有在做改善跟拯救的措施呢 我们要休息 待会回到节目中 请小慧来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的卫生署 到底在做些什么 感谢观看